今天是日日白思政六八九年紀念日 生日代表全體台南市民 向日日白思政當中受難的見會 表達 上海親密對書和經營 同時也對思政家修、畢業、慰問和關懷 在那幾年 日日白紀念日前教學部依違反法規 無合停輸 兵器專業 而且目視出席的修法 共行修改還有法律效力的 高中力速和公民到國書的口感 同時請客率先建國反對 經過民間團體提起經營所上 就在今年、農業年前 台北路上歡迎已經破壞 九部敗訴 但是九部不但標示要考慮最好 因為 過節 要在後面 後一個學期開始實施新的口感 可能完全沒有人接受 政府要在這間建築隊的一代書名 就是政客的書官出法 還可以人工臺灣 人工土地 所以台南市 所限的市政完全中央 在新的學期 有還要採用 還有法律效力 跟口感 所變他們的教材書 不接受 祈禱給臺灣民主 倒退新的口感 在今年 禮拜前進行 國內多數台北 會將街中當上 去旁破紅菜 在這裡實斷 報表 老爺最想 為忘年懺悔 定議案 希望可以換成國人對 違反統計的企業 留室 專行正義 請教 今天在這裡 讓學生社團的組織 將生立專案修所 讓台南市 關閃的 國學校的 中介就當上 在想對的時間裡面 全民退出校園 讓學校一個清潔的 學習空間 向維權通締告別 再次插量 台南這對 民主性的招牌